Hello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講講 俄司徵集30萬預備軍人加入戰鬥 外界估計要等一個月才可以打大仗 另外講講歐洲式的自殘真是非常可怕 德國的工業通脹率上升46% 這就是歐盟和德國對中國投資猛增的底因 德國公佈的工業品通脹非常驚人 9月20日, 德國公佈8月生產者物價指數 與去年同期相比上漲45.8% 遠比預期增長36.8%為高 亦比7月增長37.2%高很多 當市場本來預計德國的PPI已經見頂回落 誰知實際上仍然是大升之中 生產者物價指數PPI 同一般講的通脹率即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不同 PPI是用來衡量生產者生產過程中 所採購物品的物價狀況 這項指數包括了原料、半製成品 和最終產品三個生產階段的物價數字 PPI猛漲意味著工業生產成本大幅上升 一般來說,PPI更容易受到原材料和能源價格上漲的影響 而PPI亦是CPI即一般講通脹率的先度指數 工業品價格升了幾個月後便會反映到 消費者購買的消費品價格上 德國8月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按年升幅7.9% 見到PPI數字這樣,CPI未來還有上升壓力 最近有些新聞串連起來看,是非常有意思的 例如9月20日,德國生產者價格指數同比上漲45.8% 比較一下,本身有能源生產的美國8月PPI同比上漲8.7% 而中國8月PPI同比上漲2.3% 一比較之下,就知道德國的46%PPI增長有多可怕 另外,9月21日,德國宣布對天氣巨頭UNIPA實行國有法 而9月22日,中國商務部公布 今年1至8月,勾盟對中國的投資增長123.7% 這些新聞背後有什麼互相關聯的訊息呢? 首先,是當前德國的PPI猛漲 主要受能源價格飆升,特別是天然氣價飆升的影響 都是為了短時間內,盡量不起這個冬天被俄羅斯威脅 過去幾個月,德國就大量從全球範圍進口液化天然氣 而美國是其中一個主要供應來源 美國公司裝滿一艘液化天然氣船 要花6000萬美元成本 而去到歐洲,賣價已經飆升到2.75億美元 只有一船液化天然氣,美國公司可以大賺2.15億美元 歐洲購買天然氣價格是美國本土天然氣價格的4倍多 當前,歐洲的天然氣價格亦是去年十多倍 有人大賺,有人大虧 美國賺到銷,德國就輸得哭 德國45.8%的PPI和美國8.7%的PPI的差距就是這樣產生 德國面對這麼高漲的能源價格 很多行業就有滅頂之災,例如化工業 石油產品不單是能源,亦是化工業的主要原料 化工業的生產過程中要耗用大量能源 這個行業會衣食住行,基本上離不開化石能源 像德國一樣,有很多化工產業是以天然氣為主要能源 由於天然氣價格暴漲成本大升 很多化工廠越做越虧,不能不選擇停產 基礎化工行業的毛利率,整體低下是19% 但德國的化工公司要給的天然氣價格是去年十倍 德國的PPI和比喻上升45.8%意味著德國的生產成本猛升 德國的化工廠很容易就由賺便洩 做一日試一日,不如不要做了 德國巨頭巴斯夫亦曾經警告 如果沒有足夠的天然氣,他最大的路德維希港工廠將會完全停擺 除了天然氣之外,歐洲的電價亦比去年普遍上漲了十倍 對好電量大的重工業來說,亦是滅頂之災 前一陣子,全球最大鋼鐵材料商之一,安塞洛米塔爾表示 由於電力成本飆升,他們的公司已經關閉了為德國的兩座工廠 難怪德國很多人都出來警告 如果能源價格長期維持高位,德國將會被去工業化 所謂去工業化就是大量的工廠外移 德國的工業就會恰恰被掏空 德國當然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但沒辦法 只能拆東牆,補西牆 德國在9月21日宣布對天然氣巨頭Unipa實行各有化 Unipa為德國40%天然氣用戶供器 因為歐盟製造俄斯,令俄斯大面積向歐洲斷供天然氣 天然氣價格大升,Unipa的加價幅度 追不上採用天然氣的成本上漲幅度 這間公司今年上半年累計損失超過120億歐元 目前每天損失1億歐元 如果德國不對Unipa實行各有化 這間德國天然氣的巨頭肯定只能選擇破產收場 德國和其他安盟國家的公司 也只能自求多福,選擇出途 它將德國的工廠停產或減產 佳帶其他國家的生產 其中一個主要轉移的地方就是中國 另一個就是美國 中國生產部於9月22日公佈 今年1至8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1384億美元增長20.2% 當中,歐洲增長最快,歐盟對華投資猛增123.7% 7月19日,德國化工具頭巴斯夫作出最終投資決策 表示將全面推進為中國廣東站剛市的一體化基地項目 這是巴斯夫全球最大的投資項目 預計2030年建成,投資額高達100億歐元 巴斯夫這個項目不是今年開始 他最早起營19年已經啟動 然後在2020年5月30日,首批項目開始打莊施工 所以他並不是因為偶爾衝突突到中國投資 但需要注意的是,巴斯夫在7月19日的新聞稿裡說 巴斯夫作出最終投資決策,將全面推進 說明,在偶爾衝突8月之前 巴斯夫是否繼續這個好之100億歐元的大項目 還面對一些壓力 因為今年以來,江銘出現不少 反對德國企業去中國投資的雜音 不斷施壓歐洲企業,減少對中國的投資 但7月19日,巴斯夫作出最終投資決策 肯定背後是因為偶爾戰爭導致能源價格暴漲 令巴斯夫更下定決心 推進廣東站綱這個一體化項目 德國公司已經不能將所有雞蛋放在德國 甚至歐盟的男子裡 可以簡單總結 第一,德國46%的PPI 這種工業品價格的猛增 簡直是做生意者的地獄 這種成本,很少公司是捱得住的 第二,困局完全是因為 歐盟跟著美國制裁俄羅斯能源所造成的 哪有叫歐盟那麼蠢去制裁俄羅斯的天然氣呢? 你又不見美國去制裁俄羅斯的有二三五核燃料? 美國自己要用就不會去制裁 第三,德國這樣會屠空自己的工業 德國由於工業品類齊全 德國公司本來就在中國投資很多 擴大產能比較容易,不用從零開始 德國會是這場歐洲自導自演的政治慘劇當中 其中一個主要受惠者 另外,我會講講9月21日早上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電視發布的部分動員令 會產生什麼效果? 傳聞,法國總統馬克龍起左蠻曾經打電話給普京 但普京卻不肯聽電話 據說莫斯科的判斷是 只要沃蘭南部俄德薩港口糧食 還控制在沃蘭手裡 只要沃蘭繼續隨時可以砲擊 拆波羅爾核電站 只要蘇伊士運河的航運 還存在著被美國暗中倒斷的可能 法國的命門就掌握在別人手裡 他主宰不到自己的命運 也做不到什麼和事佬 結果俄羅斯在一天後宣布動員 如果這樣動員了 俄羅斯會不會馬上全面開戰? 所謂部分動員 按俄方的說法 就只是動員曾經服役過或軍事健能的人員 這群人有一個專業名稱叫預備役 俄羅斯說 有2500萬色靈的俄方男性可以被動員 如今只是要徵集30萬人 只是佔1%左右 其實軍事動員的順序本來就是這樣 由現役人員歸隊 到預備役 到退出預備役的男性 到正常莊年的男性 到18至65歲的男性 現在俄羅斯又去到徵集預備役人員的階段 俄羅斯官方說 他只有200萬個預備役人員 即是退役5年之內的人員 相信這個數字應該沒有脆牛 目前俄羅斯18至27歲的男性 有義務復兵役為期一年 但很多人因為健康原因或學業原因 而豁免復兵役 俄羅斯的義務兵役復役期是一年 在這幾年當中 前三個月是新兵集分 中間半年去到基層單位做新兵 最後三個月就已經預備退伍 這種復兵役的週期比較短 現在還未進入顛覆 就開始要預備退役 但正正是這麼短的復兵週期 就造就俄羅斯有200萬的預備役人員 如今俄羅斯要徵召當中 30萬預備役人員入伍 要將他們拉入戰場之前 也要先訓練一下才能擔當軍事任務 估計一年一個月就夠了 主要是恢復性的體能訓練 以及要他們重新掌握 已經學過使用武器的技能 也就是說俄軍的30萬援軍 估計在一個月之後 即10月下旬就可以抵達戰場 要他們會被派到4個攻投後 加盟俄羅斯的地區作為守衛士兵 再騰出現有在這地區更專業的軍人 負責進攻任務 結論是俄軍大舉出擊的時間 會大約在冬季 現在俄軍在沃蘭有接近20萬兵力 加上新政治的士兵 總兵力是50萬 胃口自然可以更大 未來俄軍可以指向南部的紮波羅爾州 尼古拉耶夫州和奧德薩州的方向 特別尼古拉耶夫和奧德薩 這兩個地區難拿著 一直拿捲著歐洲的地方 必然成為雙方爭奪的焦點 如果俄斯能拿下紮波羅爾州北部的 蒂利伯羅比德羅夫斯克 又不但能阻斷烏軍炮擊 摘波羅爾核電廠的核鵝渣 而且還能從後方側翼 挥入到烏東重鎮斯拉夫洋斯克 普京選擇的進攻時機也相當重要 為何外界估計他會選擇一個月後呢? 除了新兵訓練的需要外 因為一個月後 盧德薩克娃蘭糧食外運協議就會到期 亦是一個月後 未正式進入中期大選的選戰 打仗真是要選擇時機,要擴大後果 另外,我在石油台的時事快評 會講講俄羅斯計劃在未來三年 雖然天然氣出口高達四成 顯示俄斯能源的虎一指還有排鞋 而歐盟宣布要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 減買俄羅斯石油 外界有研究就說 有九個國家輪著買,俄羅斯是不優賣的 另外,10年前9月25日 中國第一艘航母艦遼寧艦正式交付海軍 有航母怎可以母艦載機呢? 2012年11月23日 解放軍飛行員戴明盟 解析月簽15飛機 成功透過艦上的蘭左索 左蘭著艦,開創了歷史 你和石油台的《漢漢我的國》節目 會講下戴明盟實現艦載戰鬥機 升降有多艱辛 歡迎在石油台免費試看 大家好,和大家介紹一下 巴士的步石樓台已經優化了iOS的app 改善當網速慢的時候 有時會遇到的播放問題 石樓台有很多你有興趣知道的話題和知識 其他媒體很少說的 我們希望石樓台是你的大腦營養補充品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訂戶可以看到我李童、盧永雄 還有巴士的步的團隊 和其他名家的獨家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和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除了網上版的石樓台之外 你還可以安裝石樓台、iOS 或者Android的app去收看 多謝大家支持